他未婚生子后跟男友感情不顺 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 前红丽娅离开了男友 成了网友高斌的女朋友 女子一心要与网恋男友结婚 却不知早已将自己和女儿送入虎口 这个高斌就是一个拐卖人口的犯罪笨 母女俩同时被网恋男友拐卖后 他们能否凸显网恋真爱的骗取于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大家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要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人我们也要防止被他人拐卖 今天我要讲的案件 就是一对母女被拐卖的事 2019年的一天深夜 某小区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哭声 他一边哭啊 一边让身边的男子把孩子要回来 而这个男子则生气地说 是你让我把孩子送人的 我不要去要 那个女子就悲痛地哭道 女儿还不到一岁 离不开妈妈 求求你把孩子要回来吧 照理说 未满周岁的孩子一般都未断难 母亲应该在身旁寸步不离 但是从这两个人的争吵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小孩已经被送人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 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给他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对男女啊 就是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 高斌和钱红利 这个婴儿不是他们的女儿 而是钱红利和钱男友生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这么小 钱红利为什么不和钱男友在一起 而和高斌在一起呢 这件事啊 说来话长 当初钱红利知校毕业以后 和男朋友一起出来打拼 出来不到半年 钱红利就怀孕了 钱红利呢 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向男友提出来结婚登记 但是男友说 我们应该趁着年轻多干事业 然后再结婚生子 钱红利说 生孩子跟奋斗没有关系 他怀疑男友啊 不爱他 所以就生气地问 你是不是不爱我 男友表态说 我当然爱你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给你和孩子稳定的生活 等工作几年以后 咱们再考虑结婚生子也不辞 钱红利就觉得啊 他男友完全是在找借口 就赌气地说 既然你说爱我 那我就要把孩子生下来 将来你不养 我一个人养 经过十月怀胎 钱红利回娘家 生了一个女儿 满月以后 她抱着孩子 回到了男友的身边 但是男友的表现 依然不尽如人意 她每天呢 只是象征性地逗逗孩子 加入活呀 她也从来不帮忙 钱红利一说她 她就辩解说 自己的工作很累 回家以后没有精力了 既然是你要生孩子 那你就应该多付出 就这样 两个人开始因为孩子吵架 感情也日益疏远 钱红利在男友身上 得不到爱 就上网打发时间 结果却落入骗子的虎口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 钱红利发现 有人申请加她为微信好友 她一看这个人的微信头像 长得很帅 于是她就加了这个人 对方马上发来了一束花 并且自我介绍说 我叫高斌 在这个城市打拼 钱红利在这样一个城市里 遇到了境遇相同的人 她的心里就感到很亲切 于是开始和高斌聊了起来 不聊不知道 一聊开眼界 这个高斌比她男友情商智商都高 从高斌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来 她并不像钱红利的男友那样 卖苦力挣钱 而是在轻松地享受人生 高斌说 钱这个东西 你花了以后还会挣过来的 你要想成为成功人士 那就必须先体会成功人的生活 高斌告诉钱红利 你男友的眼界不行啊 现在靠打工挣钱 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钱红利听了以后啊 对高斌十分崇拜 就约高斌线下见面 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人见面以后啊 钱红利的命运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钱红利和高斌见面的时候 他看见高斌身穿着品牌西装 脚踏黑色皮鞋 头发是油光正亮 完全是一个走在成功路上的男人形象 不像自己的男友一看 就是个打工者的形象 高斌呢 殷勤地给钱红利点了好吃的 点了好喝的 钱红利啊 就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 高斌听了以后 为他打包不平 说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话 那对你这样为爱情愿意奉献的女人 那时刻把你捧在自己的手心里啊 要把你挂念在自己的心中 他这样对待你们母女 不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高斌说着啊 还通过微信给钱红利转了500元 说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见面礼 让他给自己和孩子买点东西 钱红利从和男友恋爱生子至今 从来没有被男友这样呵护过 虽然他觉得高斌这个人说话有点虚 但是第一次见面 人家就给了自己500元钱 这让钱红利的心里啊 感到很温暖 说这样的男人呢 才配当自己的老公 从那以后 钱红利和高斌的联系就更紧密了 一天 钱红利说女儿有点拉肚子 让男友明天请假 陪他们到医院去 男友就说 公司现在事情很多 他让钱红利啊 自己带孩子去 钱红利就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对男友说 既然你不把我们母女放在眼里 那咱们就分手吧 说着 他抱着孩子就赌气地走了 钱红利一气之下 带着孩子离开了租住的房子 到了外面 钱红利才发现无处可去 他本能地就想到了网友高斌 于是钱红利打电话 向高斌哭诉自己的遭遇 这一举动却成了钱红利悲剧的开始 高斌听了以后啊 二话不说 他让钱红利在原地待着 别动 他叫一个车来接他 钱红利啊 非常感动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高斌 确实是自己要找的男人 高斌打车 把钱红利母女接到了他的住处 这也是一处出租的房屋 看起来 并不比钱红利现在住的地方好多少 但是这个高斌人好 匹贴 所以钱红利啊 就哭诉在男友那儿受到的冷落 而高斌呢就马上表态 明天我陪你们母女去医院 我家你想住多久 你就住多久 我保证照顾好你们母女 钱红利啊也听出来 高斌对他有好感 而钱红利自己呢 也早就对高斌一往情深 过去自己有男友和孩子 所以他没有敢对高斌 有什么进一步的表示 那现在自己已经和男友分手了 而且从出租屋搬了出来 没有什么顾忌了 所以当天 他和高斌就成了情人 为与网友高斌结婚 钱红利忍痛割爱 钱红利又想通了 同意把孩子送出去寄养 于是高斌第二次 把孩子送给那个老板 钱红利跟着高斌回老家见公婆 不料这一切都是高斌的圈套 高斌的表哥告诉他 我已经拿钱把你买了 你现在是我老婆 钱红利竟然被高斌卖了 他能否顺利脱险 钱红利的女儿是否也被高斌拐卖 网恋真爱的骗局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高斌和钱红利好了以后 他承诺他会对钱红利不离不弃 而钱红利也说 我们两个人要恩爱永久 钱红利因为有了前男友的经验教训 所以他和高斌同居不久 就要求和高斌的家人见面 两个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高斌告诉他 说我父母很保守 不会同意我和带孩子的女人结婚 所以他就问钱红利 你现在手上有钱没有 如果你有钱了 咱们先给孩子找一个托幼班 然后咱们两个人回老家 这样我父母看了以后才不会有意见 钱红利说 我身边没有钱 高斌就说 你没钱不要紧 我认识一个老板 他膝下无子 咱们可以先把孩子送到他家去寄养 等咱们结婚了以后 再把孩子接回来 钱红利觉得这个主意好 既能解决他们两个人的结婚问题 又能妥善地安排好孩子 高斌看到钱红利同意了 就把孩子送去寄养 谁知道母女怜心 把孩子送走的当天 钱红利就后悔了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钱红利哭着求高斌 把孩子接回来 那当钱红利和高斌两个人在小区里 又哭又闹的时候 钱红利的哭声 已经惊动了小区里的其他人 高斌当着众人面 他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 第二天我把孩子接回来 于是第二天高斌就去把孩子要了回来 回来以后他生气地对钱红利说 既然你离不开孩子 那咱俩结婚的事你也不要再提了 此后钱红利就发现 高斌对他的态度变了 对孩子也流露出了厌烦的情绪 钱红利知道这都是自己引起的 由于自己出尔反尔 把孩子送出去又要了回来 让高斌失去了那个老板朋友的信任 钱红利设身处地替高斌一想 现在带着孩子跟他结婚确实不太现实 于是按照高斌的意见 再次同意寄养孩子 那么接下来 钱红利能否幸福地跟高斌走在一起 于是高斌第二次把孩子送给那个老板 然后他也没有食言 带着钱红利回老家 而钱红利对美好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 但是在去高斌家的路上 钱红利又遇到了烦心事 在高铁上 钱红利接到了钱男友的电话 钱男友说要去看孩子 高斌坐在旁边听见了钱男友说的话 他就对钱红利用手笔和拒绝 钱红利就当场表态 孩子你从来都没有管过 现在你也没有权利看孩子 说完以后他就挂了电话 高斌就冲着钱红利伸出了大拇指 给他点赞 钱红利一看这现男友高兴 他也会心地笑 哪知道钱男友再次打来电话 钱红利马上就按掉 随后这个钱男友 打了几次电话 他都不接 钱男友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说我已经问过律师 我作为孩子的父亲 有权利探望孩子 如果你钱红利不让我看的话 我就到法院去告你 看了这个信息 钱红利慌了 怎样才能摆脱钱男友的纠缠呢 正当钱红利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就想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呢 就是干脆让高斌把寄养孩子 那个老板的地址告诉钱男友 让钱男友自己去探望 他把这个想法和高斌一说 高斌马上就对钱红利发脾气了 说他心中还装着钱男友 如果你们两个人想复合的话 我马上就退出 钱红利一看这高斌吃醋了 他就给钱男友回短信 说孩子我已经送人了 你永远也看不到 高斌看到这条短信 这个脸色才慢慢缓了过来 钱红利为了让高斌信任他 把钱男友的手机屏蔽了 温柔地依偎在高斌的身旁 火车到站以后 高斌就带钱红利来到了一个地方 钱红利以为这是高斌的老家 谁知道在这个房子里 只有一个中年男人 钱红利正疑惑间 高斌告诉他说这是我表哥 你先在我表哥家等我 我要回家先跟父母说一说 让他们二老心里有一个准备 然后我再过来接你 说完以后啊 高斌就告辞离开 在临走的时候他还说 我手机没电了 就把钱红利的手机也拿走 钱红利沉浸在 要见到未来公婆的喜悦之中 他一边眼巴巴地等着高斌回来接他 一边和高斌的表哥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 但是他一直等到天黑 高斌也没有回来 钱红利的手机被高斌拿走了 又没法联系 所以他就向高斌的表哥借手机 说要给高斌打电话 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表哥就说 高斌走之前已经和他说过 今天晚上搬车赶不上了 明天才能回来 这下子钱红利没有办法了 他只能在高斌的表哥家等他 谁知道到了半夜时分 正在睡觉的钱红利 听到了开门声 他睡觉前实际上已经锁上了门 现在他听到的是用钥匙开门的声音 所以钱红利很警觉 马上坐起声来 尖叫道 谁啊 说着他打开了床头灯 只见高斌的表哥赤身裸体地站在床前 钱红利利声喝道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出去 高斌的表哥根本不理他 上床就要把他按倒 钱红利就拼命挣扎 把他表哥踹下床去 你这是强奸犯罪 如果你还不走的话 我就向公安局报警 高斌的表哥告诉他 我已经拿钱把你买了 你现在是我老婆 哪里是强奸 你报警也没有用 钱红利一听他一说 那等于高斌把他卖了呀 顿时就急了 你胡说八道 我明天就告诉高斌 高斌的表哥呀 出去拿进来一张纸条 让钱红利自己看 钱红利看见上面写着高斌 收款五万元 而且日期就是今天的日期 那显然 那个网友高斌 以五万元的价格 把钱红利卖给了这个所谓的表哥 亲眼看到高斌写下的收条后 钱红利彻底蒙了 他本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幸福 谁知道高斌早已经筹划好 把他卖人了 面对陌生的环境 钱红利将如何与这个男人博弈 另外钱红利的女儿 是否也被高斌拐卖了 钱红利当时是思绪万千 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系 高斌的表哥正虎视眈眈盯盯着他 钱红利心里害怕极了 他直到不能和这个男人拼体力 他只好装作妥协的样子问 那高斌和你是表兄弟 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那个男人笑道 我和高斌根本就不是亲戚 我们只是一块打过工 我给他钱 他卖给我老婆 就是这么回事 钱红利彻底明白了 自己已经被高斌拐卖了 为了脱身 他就和那个男人商量 你给了高斌多少钱 我可以双倍还给你 你就把我放了 那个男人不以为然 表示他只要老婆不要钱 钱红利看到自己无法脱身了 那也只能先稳住这个男人 然后再伺机行事 钱红利被网恋男友拐卖 落入虎口的他 接下来会怎么做 钱红利就装作顺从的样子 对男人说 只要你对我好 那我就跟你过 待男人放松警惕后 钱红利设计给钱男友 发出求救信息 公安局经过技术手段 获夺了钱红利所在的地址 当地警方协助出警 救出了钱红利 钱红利被营救之后 他的女儿能否顺利救出 网恋真爱的骗局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钱红利是惊魂未定 又气又怕 还担心孩子的下落 后半夜他根本不敢合眼 一直在想着自己如何才能脱身 第二天 钱红利就主动和那个男人聊天 和他一起吃饭 又洗碗刷锅 他想让这个男人以为 他已经认命了 而这个高斌呢 整整一天杳无音信 钱红利已经彻底明白 不能再指望他了 这个高斌就是一个 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 第三天 钱红利就装作顺从的样子 对男人说 我已经想开了 跟谁过都是过 只要你对我好 那我就跟你过吧 不过高斌在骗我来的时候 我还租的有房子 押金还在房东那扣着 我想给我老乡打一个电话 让他帮忙啊 帮我退退房 把押金拿回来 把我的衣服什么都寄到你家 那个男人听了以后啊 犹豫了一下 他警告钱红利 你打电话可以 我要在旁边听着 如果你说别的 我对你不客气 钱红利啊 马上点头答应 他接过手机以后啊 就给钱男友打电话 他告诉钱男友 说别人把我的手机拿走了 给我找了一户好人家 让我在这和他共同生活 你把我租的房子退了吧 把押金和我的衣服 都寄到这里来 然后他就把现在这个地址啊 告诉了钱男友 而钱男友在电话那边 他不知道实情啊 他听钱红利说的乱七八糟的 他莫名其妙 就问钱红利 你讲这什么意思啊 还没有等钱红利回答 那个男人啊 一直在监听 他就把手机夺过去 关机了 钱红利的前男友啊 他通完电话以后 仔细一琢磨 哦判断出来 钱红利和孩子 已经被拐卖 于是他就火速 向公安局报了警 公安局经过技术手段 获得了钱红利所在的地址 当地警方协助出警 救出了钱红利 同时啊 警方还讲高斌 那个男人和收买孩子的老板 全都抓捕归案 解救出了孩子 让他回到了钱红利的身边 那么高斌到底是什么人 他为何要欺骗钱红利 原来啊 这个高斌 高中没有毕业就流落在社会上 整天和小混混搅在一起 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 他嫌打工挣钱慢 所以就学会了坑蒙拐骗 千方百计想不劳而获 他通过和钱红利微信聊天 发现钱红利长得不错 秀色可参 所以他就动了歪心思 要勾引钱红利 后来发现钱红利对他一往情深 又愿意把孩子寄养和他结婚 于是他就决定 把他们母女都拐卖了来骗钱 就这样 高斌找到了两个买主 分别收取了他们四万元和五万元 也就加起来是九万元 审讯中高斌只承认自己拐卖了钱红利 却不承认拐卖了钱红利的孩子 高斌便称 孩子是经过钱红利同意送娶寄养的 并不构成犯罪 退一步说 他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 钱红利也是同案犯 那么高斌的辩解能否成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如何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 我们来看一看 拐卖妇女儿童罪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也就是说 讲妇女儿童当作商品出卖 从中获取非法的利益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实施了拐卖行为即构成犯罪 妇女是指已满14周岁的女性 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 在本案中 高斌看到钱红利倾信了他编造的 所谓成功假象 对他一往情深 想和他结婚 就趁机把他们母女拐卖了 从中非法获利9万元 高斌的行为完全符合拐卖妇女儿童罪 而钱红利的行为和他不一样 因为高斌是打着寄养的旗号 骗了钱红利 钱红利为了和高斌结婚 就同意把孩子送出去寄养 他根本没有卖孩子的想法 也没有获得非法的利益 所以钱红利的行为 不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 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罪 我们讲到这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妇女和儿童 那么钱红利不构成本罪 他构不构成遗弃孩子的遗弃罪呢 由此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孩子被拐卖以后 他并没有遭受严重的后果 在被警方解救以后 完整无好的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所以钱红利的行为 他也不是不管孩子不要孩子 而是暂时寄养孩子 也就不构成遗弃罪 因此高斌的辩解理由 依法是不能成立的 钱红利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检查机关的审查起诉 当地法院审理了本案 国家刑法第240条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2.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 3.兼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4.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 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 迫使其卖淫的 5.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 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6.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7.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8.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以拐卖绑架收买贩卖 纪约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 法案被告人高斌 因为犯拐卖妇女儿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5万元 而收买钱红利母女的两名被告人 也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他们知法犯法 故意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其行为构成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由于他们对钱红利母女没有虐待 对解救没有阻碍 可以依法重庆处罚 我国刑法第241条14款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重庆处罚 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可以重庆或者减轻处罚 人民法院根据上诉法律规定 对于收买钱红利母女的案犯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钱红利虽然母女团聚了 但是前男友无法原谅她的背叛行为 不愿意和她和好 只愿意承担孩子的抚育费 观众朋友 钱红利的爱情是脱离现实的 她工作未稳 又未成婚就生了孩子 为了追求幸福 还把未满周岁的孩子送人寄养 导致自己和孩子都被拐卖 而她的前男友 作为孩子的父亲 对他们母女也未尽到责任 他们双方无责任的这种行为 又被犯罪分子高宾利用 从而导致本案悲剧的发生 因此 本案警示我们 恋人之间不能只有浪漫 更要有责任 而家长也要尽到提醒监督职责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为了帮弟弟买婚房 姐姐被人怂恿铤而走险 周琴通过窃取公司的财物 获利了15万元 姐姐侵占公司财产 罪行败露后又想出一招 姐弟俩设计好了 通过放火掩盖周琴罪行的计划 姐弟俩携手犯罪 这对被亲情蒙蔽双眼的姐弟 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美邦弟弟去放火 下期播出